好 镜头来到美国 美国华人回馈社会不予语力 河陶高中学生朝玉林 由于每年热心公益服务社区 再加上今年化身为国际义工来到了泰国 帮助贫困家庭 身体类型也诠释出 失比受更有福的无私精神 也因此获得各界肯定 帮助这种家里的人 这种泰国的community 是一个很棒的事 我们可以对小孩来说 我们可以新学new perspective 然后你可以看上这个世界 in a new outlook 让全世界的人知道说 我们这个华人 我们这个族裔 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一个民族 代表整个我们中华民族 中华儿女 所以这样的热情 这样的爱心是值得表扬的 好 在表彰会上面 包括联邦众议员罗伊斯 洛杉矶县县政委员巴格 以及核桃市市长苏王秀然等官员 颁发朝玉林表扬状 肯定他在当地的民政盖房子 还有教英文 然后我们下期再见 接下来 主要长期